有件這樣的事? 主人本大使 昨天一年晚風電報 託神品知老佛爺 請老佛爺定奪 哼,這班學生 又輸不讀 竟然學那些洋鬼子 示威抗議 簡直是木無王法 這班學生在日本 的確是越來越不像樣了 藉口討論功課 實際招攬同黨 徒謀不軌 聽說我這班人 之中有個叫孫中山 是他們的首領 是不是有件這樣的事? 一點都沒錯 孫中山此人 精明難幹 好得這班學生的擁大 而此人 專門謠言惑眾 陰謀對朝廷不利 聽說 近日離開了日本 去南洋一帶旅行 相信 絕不是一件好事 我都未有所問 聽說這個人 比康友為梁啟超他們更加厲害 總之此人不除 始終都是我們大清皇朝的心腹大患 神亦有同感 請老佛爺試下 斬草除根 首先就是要清除這班留學生 然後再設法搜捕這個姓孫 炸 你現在立刻覆封電給駐日本大使 叫他們想辦法教訓這班學生 然後再找個藉口趕他們回來 炸 還有 他們留心去日本地方 這件事一定要做得好好看看 明正言順 免致被日本人當是笑話 炸 陳天華同學精神不死 陳天華同學精神不死 反對迫害留日學生 反對迫害留學生 反對大使館藐視學生權利 反對大使館藐視學生權利 大使館人員不能推卸責任 大使館人員不能推卸責任 堅決反對迫害 反對迫害留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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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大使館妄視學生權利 反對大使館免事學生勤力 大使館人員不能推卸責任 大使館人員不能推卸責任 堅決反對無理迫害 堅決反對無理迫害 你們一群人在這兒吵圈巴閉幹甚麼 我們要見大使 要澄清陳天華這件事 這裡有封請願書, 請你交給大使 陳天華他藐視大使館, 行為粗野 這些學生有甚麼用 大使館, 你們無謂替他強出頭 哼, 這樣被你們迫害了的一條性命 難道就這樣算了嗎 這些是他自尋死路, 與人無由 你們還是乖乖地回去讀書 不要再生事, 知道嗎 各位同學, 你們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大使館的人員簡直是毫無公理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看見大使館 我們要看見大使館 我們要看見大使館 我們一定要看見大使館 我們一定要看見大使館 好啦, 容恩有個限度 如果你們再不走 我就馬上拘留你們 陳天華同學精神不死 陳天華同學精神不死 拖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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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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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它 你是抽筋是吗 是 知不知罪 只有那些不知羞耻的人 才会贪生怕死 抽筋 我们大人这样问你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丈夫是不是江苏兵被道黄庭君大人 是 是 那好吧 既然是自己人 我可以忘开一面 官官官相违不必 我是不会领你们的情 是 我们真的不太明白 以你堂堂一个官太太的身份 应该好好享福才是 你不应该走来这里捱苦 还搞了什么革命 你说多可惜 你不算是 你不应该走 你一个很好的读书人 而不追求正义 反而助纣为弱 欺压平民 不僅可惜, 簡直就是可恥 豈有此理, 你死到臨頭 還在口述廣言 大人, 我提議將他們通通處決 中國的感受學生, 眼見快斷送在你們這幫人手上 而你們只是懂得欺負手無寸職的學生 兩位大人, 古語又說, 覆巢之下, 豈有言論 如果我們中國被外國人瓜分了之後 你們一樣是逃不過國亡家破的命運 大人 奉勸兩位大人, 眼光放遠一點, 看清楚 如果你們是明理的, 就立即放我們走 這裡是日本, 有很多外國的史戰 他們很希望看著我們中國人 如何屠殺中國人 他們會發出電報, 說我們中國為甚麼會滅亡 就因為我們中國人 只懂得壓迫中國人的結果 如果我認為我說得不對, 就殺了我 你們做事真是太輕舉妄動了 上一次搞示威, 我剛剛有事離開了東京 這次就更加嚴重 我都說叫你們大家忍耐一下 張先生, 他們這次分明是佈一個圈套來幫助我們 所以呢? 我經常都這樣說 在孫先生還沒回來之前 你們大家不要再搞事了 張先生, 算了 事情已經發生了, 現在埋怨也是沒用 不如想個辦法, 今晚跟我出去更好 石良兄, 我們可以打大使館, 打到一個放人 打不是辦法, 人家有洋槍 我們刺手空拳, 那怎麼打? 如果不打, 就只會跟他們談判 跟他們談判, 機會不會很大 看情形, 他們是有心搞大件事的 一定不會輕易放人 我跟大學校長都挺談得來的 不適合我去求他們出面幫忙 那也好, 我可以在這裡的德國大使館想想辦法 好, 事不宜止, 我跟你馬上去 好 你們回來了嗎? 秋大姐, 秋大姐 他怎麼會放你回來的? 那一隻五萬棟被我們秋大姐 放得啞口無疑 他就隨便你們放人了 不過這次我們雖然是走掉了 但是他們說得很清楚 他們會在短期內想辦法逼我們離開日本 什麼? 他要趕我們走? 你擔心什麼? 我們始終要走的 我們的願望就是要回去搞革命 又誰想誠實留在日本? 不過我們準備工作都沒人做得妥 而且孫先生又沒人回來 孫先生已經回來了 馮先生 馮先生 我同志 你們什麼時候回來了? 我跟孫先生在今晚下午回來的 坐下 坐下 各位坐下 馮先生, 請坐 好, 謝謝 孫先生現在在哪裡? 孫先生現在去了找幾位有關方面的朋友 他叫我首先來向大家報告一個喜訊 是什麼喜訊? 是什麼喜訊? 各位 我們計劃了很久的武裝革命 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實現 是嗎? 這次南洋的大毛娟成績十分美美 籌到一筆巨款 孫先生經常在外國訂購了一批軍火 包括槍枝 彈藥 冰藍 御雷艇 第一批彈藥 將會在六個月之後運到中國 為了配合這次行動 我們同盟會的人需要陸續回到中國 報紙一切 我們估計 在一兩年間就會來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武裝起義 孫先生將會委派幾位同志 擔任地方上的聯絡人 重點是包括浙江省 廣東省 河北省 江蘇省 其中以浙江省和江蘇省的任務是最繁重的 主要是接應各國留學生回中國 接應軍火 這兩件事關是十分重要的 至於江浙兩省的負責人 孫先生是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去擔任 誰 就是 秋謹同志 馮先生 我怕 我怕我不可以升任 你放心 孫先生認為你可以升任 你是可以升任 好 謝謝 你很重要 下個月初就把班船召到上海 秋謹同志 恭喜你 謝謝 恭喜你 謝謝 恭喜你 秋大姐 恭喜秋大姐 謝謝 恭喜你 祝你順風 謝謝 我們分別了三年 誰知一見十幾天 就要再分開 從此天立地北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 我們一定會再見 我很有信心 將來我們一定會再見 再見 我元気的 気をつけて どうも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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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自从中国女报创办以来 几位受到国家人士的注意 而且很多读者买不到第一期 所以他们就寄信来订阅 我为了不让他们的事 我为了不让他们失望 我已经叫了印刷馆加以印刷 现在我们尽快把报纸 寄给我们的拥护者 祝福我们的拥护者 祝福我们的拥护者 各位 各位各位 各位各位 我们为了我们为了提升聖与我们的拥护者 我们为了提升与我们的拥护者 你覺得我昨天交給你那篇稿怎麼樣 你是說暗殺時代? 是 寫的寫得不錯, 不過激烈一點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沒錯, 暗殺當然是可以解決一切 但是你沒想到暗殺之後 可能有很多事情更加嚴重 而且危險性更加高 不過這樣, 在革命的熱潮裡面 如果能夠適宜運用, 效果又會爽快很多 是啊, 死有洪無泰山之分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白白地流血 你同意嗎? 我就不太同意你的說法 你找誰?請問秋女士在這裡 我就是 秋女士, 我叫林月環 我叫李慧文 我們剛剛從日本回來的 請進去坐 好 請隨便坐, 請坐 兩位請坐 這封是孫會長的信, 請抽女士過目 孫會長有信給我? 是啊 謝謝 謝謝 對了, 日本的同學好嗎? 好 自從陳天華同學那件事之後 日本政府和中國大使 都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約束留學生 你怎麼回事呢? 秋大姐, 孫會長的信裡說什麼? 孫會長寫來的是同學的名單 他叫我安排你們的工作 而且信裡也寫了很多鼓勵我們的話 小吳, 你拿出去給他們看, 讓他們高興 好 我們都要走了, 秋女士 這麼快就這樣? 對了, 我差點忘了 好, 徐石林先生, 替我帶一封信給你 謝謝 我們要先走了 好 不得送你, 收你的事 那香蓮, 麻煩你送你去門口 好 那以後我們再見 好, 再見 再見 謝謝 船兄 你寄來的中國裏報已經收到了 連日來大家都以裏報為話題 因為實在辦得太好 還記得那個面當嗎? 現在我是那裡的上限 寧木先生時時都問起你 而我收到的軍事課程也快結束 相信沒多久我們又可以見面 到時候我們又有機會煮酒高歌 讓我唱彈我們的抱負 石林 好 謝謝 師傭 Bruder ,' 麵 感谢观看